中级皮肤作为联盟中质量最高的皮肤 到现在为止也就出了六个 但中级皮肤之间也是有差距的 2012年落露第一款中级皮肤 未来战士EZ上线 全新的粒子特效 可以进化三次的模型 外加科技感十足的AI语音 在当时那个遍地都是娇尼做人 这种T5皮肤的年代 未来战士EZ对其他的皮肤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堪比CF的火麒麟 可惜的是随着版本的更迭 未来战士也被重做了两次 光从特效上来看 可以说是越做越拉 2013年灵魂守卫乌迪尔上线 虽然皮肤的质量不错 但由于在当时英雄比较冷门 外加种种原因 这个皮肤的反响并不是特别好 不过前段时间乌迪尔冲锻后 这款皮肤也是翻身了 2015年 EZ奇女正式推出三种可切换形态 外加三首风格不同的音乐 而且据说这个音乐 会随着击杀和助攻越来越嗨 反正我是没听出来 可能是因为我死的多吧 2016年 全联盟性价比最高的皮肤 大元素使拉克斯上线 这款皮肤采用了全新的变形机制 需要通过造成伤害 积累元素能量来变身 一局游戏可以变身两次 最后合成本局游戏的最终形态 但我基本都是火加水 变成黑暗形态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 外边黑色的漂亮妹妹呢 接下来就是武装战机 这款皮肤最大的侧点 就是那非常大的手枪 不过由于没什么创新 全球就将武装战机的定价 调低了30 最后就是撒了芬妮的皮肤 什么叫真正的亲女儿 半生皮肤就是中级皮肤 你让他一共就两个皮肤的喜阳阳 该怎么想啊 然而这款皮肤在玩家中的口碑 可以说是非常一般 主要是没什么创新 而且还只能选人时牵换形态 最操担的是 解锁形态还得做任务 不过巨星形态的高马尾 是真地香 如果能把脚下的海克斯科技轮椅去了 就更香了 然而可惜的是 自打萨了芬妮的中级皮肤过后 拳头就再也没做过中级皮肤了 说白了就是没活了 虽然不能让拳头镇咬打火机 但身为玩家的我 可以提个建议 既然没办法从局内形态切换上入手 咱们可以从大招上入手啊 不如给那些大招有持续时间的英雄 设计一款中级皮肤 比如说鳄鱼 狗头这种 让他们在开大时能够变换形态 至于该怎么做 可以参考隔壁王者荣耀的凯